欢迎大家回到现实人生回到现实世界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12月1号的话祝大家12月过得非常非常的好啊 但是呢我们的这个滑小呢就不好了啊 我们的滑小的问题呢就越来越严重了啊 所以现实人生节目呢我们开门见山直话直说我是很敢讲的 OK好 团队政府里面呢现在表现最差的部长呢就是两个就是这两个教育部长 他差到什么程度呢啊我举个例子跟你讲呢 各位做老板的你公司多少个员工你 你很清楚的是不是 即使你的公司呢有8000个员工 你随便去问一个老板 哎老板啊 你现在到底请了多少人呢 80003个啊加上我老婆80004个 哎 这个地球上有哪一个老板呢不知道自己的公司有多少个员工的 如果他真的不知道呢 哎好像有点搞错啊啊 电话拿起来打给那个HR manager 全部app字头到底多少人 哇那个 HR manager给老板骂到啊 狗血淋头啊啊 最终还是会给到正确的数据 那个数据出来嘛 啊地球上有哪一个老板不知道自己的员工有多少人的 就是现在我们这两个教育部长 到了现在呢 还搞不清楚呢 到底有多少老师啊 啊到底这个滑小 有没有四肢短缺呢 到现在还是不清楚 OK 所以人家就讲嘛 要让滑小滅完呢 最好的方法呢 啊不是说跑去法庭那边打官司 只要没有老师呢 滑小自动滅完嘛 这个是最好的方法嘛 啊 我跟你麻辣松呢跟你抄马呢 跟你10年20年50年60年100年100年100年后滑小没有老师滑小自动关掉啦 啊做不下去了就这样子啦 啊 这个就是最自然最natural的方法 啊 所以 一切都还在 沿着这个剧本走嘛 所以我知道你很生气你很想拍桌子 你很想拍桌子 啊 所以现在这个教育部长呢 当人家问他呢 哎 现在到底是 确多少老师 那拍桌子给你看啊 啊 教育部长拍桌子啊 拍桌子大声啊 所以啊这个马来西亚真的是很糟糕啊 啊 前一任教育部长 国门的教育部长啊 哇老耶 那个国会啊乱喊乱叫啊 比那个corila 比那个大学你们看了咯 啊 我真的没有想到教育部长啊 哇会喊到啊 大马 错大马基督知道吗那个前教育部长 然后现在这个女教育部长呢 啊 你讲他他直接在国会拍桌子啊 再一个你看啊 这种人可以做教育部长吗 啊 所以马来西亚的问题一直以来就是这样子的 你为什么一直 给这些 政客呢 去做教育部长 啊 为什么这个 政治跟这个教育呢到现在还不能够切开 教育部长呢 直接让专业人士做嘛 直接让教育领域的专业人士去做 要不然让那些那个 优秀的经理人去做因为现在这个 老板呢 他不知道自己有多少个员工 那这个是多严重的问题啊 啊 你讲他 他在国会拍桌子给你看啊 啊 那前一个前一任教育部长会乱喊乱叫像那个猴子这样子啊 所以你讲这个马来西亚的教育呢 哪里有前途 啊 教育呢 是关乎我们 国家的那个 未来知道吗 那我们的小孩子呢 在学校读书的 啊 教育部长都这样子乱喊乱叫拍桌子了 啊 这个这个这个学校你想呢 政府学校你还想他他有多好是不是 所以这个是 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嘛 啊 所以这个 听观众要求呢 我们这一期呢 那我们要必须来谈一下呢 这个滑小直直的问题来我们来看新闻 那最近安华讲说要内阁该组呢 啊 想要换部长呢 我强烈建议安华先换掉这两个 啊 当然这个是共产党的重要人物啊 你跟他调去另外一个部门啊 他 他已经不适合做教育部长了 啊 非常非常的不适合啊 啊 你要 去找呢 适合的那个 人士能够把教育 管好的 然后要让教育呢 脱离政治 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啊最好不要再让政客呢 去做教育部长 啊然后这个呢 啊 更惨 啊 因为一直以来副教育部长 就是管华小的 就是华人座 他现在已经成为了 差不多要成为了史上最差的 副教育部长了 啊 最糟糕最差的一个 啊 就 真的啊这个幸亏 幸亏有那个二猴子呢 破他记录啊 那没有的话呢 他也将成为了 史上最差的 那个教育部长 你看啊 他之前讲的 啊 那个华小跟大米尔小的 啊 师资过剩 未来六年呢 不必培训 新的师资 如今出来呢 才373人 1.5%呢 去读华文科跟那个大米尔文科 啊 你看 我们的人口在增加 我们人口不是在减少的 在整个师范学院呢 读这两个科目的呢 才这么少人 啊 啊 你看人家前任副教育部长呢 看到啊 都完蛋 啊 你看 给你们管呢 就 就管成这个样子了 啊 那天呢 在国会呢 人家问他呢 拍桌子 拍给你看了 啊 发脾气 啊 教育部长发脾气 他说啊 缺少 1354 啊 是否华小的 啊 之前讲呢 师资过剩 现在呢 讲却1354 所以到底 哪一个数据 才是对的 我们也不知道 总之呢 反正 啊 去问那个 真正去问华小呢 每个华小几乎都不够老实的 啊 所以这个华小师资呢 数十年呢 都没有办法解决 啊 不论换了 换了什么政兰座呢 换了什么政府呢 啊 到现在呢 还是这样子 把这个问题呢 没有办法 解决 所以他 现在要 黄阳普劳呢 就是成立私职特委会 成立一个特委会呢 来解决这个私职的问题 啊 但是那个 董总老二就讲说 啊 一切呢 你要从根本问题去解决嘛 啊 所以 其实根本问题呢 就在于呢 现在的人呢 根本没兴趣做老师嘛 啊 所以这个老师的薪水跟大家讲解一下 那你干进去呢 是那个grade 第击41 你做了8年呢 就到42 总之做了22年 像老马做了22年呢 就会升到那个54级 所以 这里就是他们的那个底薪 那你干进去呢 2188 真的是2000块啊 啊 你就不太可能啊 你不可能一进去你就是博士 Doctor嘛 Doctor你才会拿到 9500嘛 你不是的话呢 就是 2188开始 然后每年加225块 那这样子上去 啊 他是要做的越久呢 你才能够越高 所以 这一种 你们看起来呢 这个钱呢 啊 这个马来西亚的老师的薪水呢 还可以哦 但是呢 这个越来越不吸引呢 现在的年轻人呢 去加入 因为原因很简单 人家不喜欢呢 被绑 绑 人家就说我应该多多劝年轻人呢 去做 老师 做政府的老师 如果你要做私人老师 做独中老师 做那些学院老师 做补习老师呢 我绝对赞成你 鼓励你去做 Go ahead Just go ahead 但是 做政府老师呢 做华小老师呢 我只会这样子讲 那么你得认真考虑一下 啊 这个比卖主宰还可怕 所以现在的人跑去卖主宰 宁愿去卖主宰 宁愿跑到缅甸跟柬埔寨去做工 所以果敢做工呢 也不要成为老师 啊 因为原因呢 现在 年轻人呢 就是不喜欢被板起来 啊 所以我现实人生 我讲话很直接的 开门见山的 啊 真的是现在的00后呢 到90后 90后到50后呢 真的就是不喜欢这种工作吗 啊不喜欢他的人生被板起来吗 虽然你看大马老师的薪水呢 啊 虽然是这样子 因为 他们永远想到一个问题呢 就是 哎 啊我随便拿手机起来呢 我这样拍拍拍两下呢 我一个月的收入高过做老师的 啊 现在时代不同了 我随便上网卖东西呢 卖卖两下呢 收入也高过做老师的 而且我时间自由啊 啊 所以呢 目前这样的待遇呢 还是没办法的 吸引呢 啊这些年轻人呢 去重置这个教师的工作 很现实的东西就是那个老师的地位呢 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 啊 以前呢 啊 虽然我家境贫穷呢 但是我妈妈是华晓老师嘛 啊 啊我妈妈在加西安德是很瘦很瘦 尊敬的啊 啊 那个人家都是来 新鲜啊 鲜难咯 啊那个马来人 结固结固结固 我妈妈是很有地位的 要看见我妈妈是结固呢 啊 那个妈妈新鲜啊鲜难咯 叫啊叫到整整个 啊就是他去到巴萨了啊 那个巴萨而已鲜难鲜难 哎 哎呀鲜难咯鲜难咯啊 老师是很受尊敬的这个是在古代啊 到了现在呢 啊 自己看啊 那个老师呢在警察局入口供 一边入口供呢 一边流眼泪 那个 警察那个女的 还拿个提数给老师啊 结果入口供的那个警察呢 一边帮那个老师猜 哎呦 可向啊 没办法家长报警吗 啊 现在家长呢 动不动就报警了 见血就报警了 啊 你老师又不是杀人犯了 啊 又不是杀人犯又不是那个杀人犯火 啊 啊 也是要时常时常要去警察局入口供 啊 然后呢啊 你看 那个那个学校也是吗 不久不久就家长来那边闹事 你看你动到他孩子一点点啊 就要去警察局入口供了 啊 哎 人家以为呢 做老师 啊 做老师呢 这辈子呢 不用不用像犯人这样 现在这个罪犯这样子呢 在警察局入口供 哪里知道呢 做上老师这份工作呢 进出警察局呢 多少次了 而且被当作罪犯了 幸亏警察是很明白的 哎呦 结果啦 走程序啦 我们走程序啦 啊 话讲完发生什么事情 跟我讲走程序就好了 他又不知道当你是什么杀人犯 所以这个老师已经变成了 这样子完全不受尊重的行业 现在的人哪里有尊重老师的 你做老师看不起你啊 你做老师呢 不是你 不是你自己被看不起啊 连累你整个家就被人看不起啊 人家讲说 哎 这么你女儿去做老师 啊 这么你儿子去做老师 直接看不起你啊 所以 整个社会风气这个就是 所谓的根本问题嘛 啊 这个当这个社会上 不尊重老师的时候呢 你家呢 还有人要做老师吗 啊 以前呢 虽然老师赚的钱呢 是有限公司 啊 他是铁饭碗 当时是 极度有限公司 但是呢 你在社会上呢 还有 还有一个尊重的地位 人家看见了 借故借故借故 啊 信赛信赛 啊信赛信赛 啊 你看以前多么尊重老师 现在那里有尊重 两三下就去警察局报报案老师 就是 啊 所以呢 这个整个教育体系呢 需要进行一个很大很大的重整 那整个东西需要很大的改革 所以这个教育部长呢 你必须放非常非常 应该有 非常非常执行力 非常非常强的 那个去处理 啊 然后呢 也避免了 啊 这个政府学校呢 继续这样搞下去 这样搞下去呢 滑小就是泡沫化了 啊 你不用等他们去 去搞到滑小 没有完了 滑小自动泡沫化 因为没有老师啊 啊 人家家长也很聪明的嘛 看见 啊 都没有老师了 啊 每天都是老师不够 我做什么要送孩子去滑小读书 啊 我宁愿送去我国际学校吗 我又不是很缺钱了是不是 啊 那缺钱了就没有办法了对不对 啊 那个教学水平一直下降 啊 到时也没有人要送去滑小读吗 自动泡沫化吗 对不对 啊 所以呢 这期呢 这期呢 我们就把这个现况呢 跟大家讲了清楚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呢 那看见这个滑小 啊 未来的这个问题呢 看见这个教育部长呢 又处理不到这个问题呢 大家什么想法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也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频道 我们下回见